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快勤看房 我是Alan 今天带大家来到位于大阪府界东的位置 去看一个柱文住宅 整个柱文住宅就是分样的 所以看到旁边都是光是土地来的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去写计一个 但是光是给大家看土地的话 又好像没有什么好看的 它有一些范例的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可以看到外面可以停两台的普通汽车 或者是你喜欢车的话设计三个停车位都可以 打开玄关空间 可以看到在右手边就是可以放鞋子那个地方 步入式的也是 当然你不喜欢这种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设计都可以的 我们快勤普通厂都有做这种要求的 好了然后我们踩上去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石手间的位置 这个石手间的话呢挺大的 也是呢这左手边也可以看到呢有石手台在这边 然后呢这马桶的话呢就是不用 那个水缸就在上面了就不用了 直接奥了进去 然后再过去看一下客厅的位置 这个客厅的话呢就大概是18.5天那么大的 这个右手边可以放电视机 然后呢后面可以放一个私人的餐桌 那可以看到呢就是采光也不错的 因为这边呢都是桥南的 然后面呢放个私人餐桌或者是呢 弄个地毯都是可以的 这个位置呢如果有朋友过来的话呢 所以在这边也是可以 那这个下面凹进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灰尸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可以放电视机 都可以的 然后呢这个厨房的话呢就是有八桌 ok 然后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呢 在这边就不用开一个餐桌了 在这边吃饭都是可以挺欢的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水龙头的那个位置 中间背上台跟洗碗机 那当然这个柱文柱仔的话呢 你可以要或者是不要都可以的 然后后面呢就是有一个挺大的空间 给你放冰箱跟那个橱柜了 然后在右手边也是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可以给你放一些罐头啊米啊之类的东西的 好了 然后呢在右手边就是十脸台 跟室内的十一机房机墙地 走进去里面看一下 就是浴缸啊浴室的那个位置来的 那浴室宝也是有的 那基本来说这个的话呢是每个家庭都会加配的 好了那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可以放一些清扫的用具啊 可以看到呢这个收纳空间给大家看一下 留意一下它的地下 它不是到地板的 因为呢它是预楼一些位置给你的那个扫地机器人的 好了然后我们上去二楼去看一下房间的位置吧 我们先来看左手边的位置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收纳会在门口那边的 这个房间呢就大概有5.5天 就大概是7.2个平米左右那么大吧 沿路这个位置呢外面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阳台 看一下 这个房间走出来的以后呢就去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是一个收纳的空间来的大概是4个平米左右那么大 然后走到后面左右都有两个房间看一下这个呢就是6.5天那么大的一个房间 两边都能采光的 然后这一边呢都是一整排的那个收纳的空间 那边采光也非常不错 乔南的那个阳光的也非常充足 然后另外这个房间就5.5天就大概是7.2个平米左右那么大 这个呢应该是给小孩子的吧 这个两个都有仓户就是两面采光都ok 当然在二楼呢也是有一个使手间的位置的 好了物件我们看到这边了我们到一楼吧 那么呢这个物件呢售价呢就没有售价可原 因为呢住文住宅的话呢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需求去限制 那个价格都会不一样 大概的话呢土地包含建筑物的话呢大概是4000万到4500万左右不等 这个物件呢是销区来的 这样到后面走路大概一分钟马路都不用过 你就可以到达小学校 走路大概三分钟就能到达中学校 如果这边去超市的话呢走路过去大概6分钟就能到了 便利店的话呢走出去大概8分钟就能到了 是一个非常宁静的环境来的 然后呢最重点是这个价格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按你自己 喜欢的东西去建起来就是一个自己理想的家了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